哈喽宝兵们 今天是在店里拆快递的一天 店里好多东西都受空 补了一大批的货带你们一起来看看 下来丑头这一袋子是啥 全是四叶草破墨贴纸 这是和小箱子 里面是一些复古的信封袋 还有新兴M5的活跃本 下面一箱就是M5的一些内叶了 这是硫酸纸款式的 硫酸纸款式不仅有单张 还有这种信封款 还有拉链带的款式 这一包是收纳包的款式 有好几个颜色 每样都进了一点 这一箱包的好严实 应该是属于比较容易坏的那种 每次在店里拆快递都跟拆盲盒一样 哦我知道了 这是一箱贝壳卡砖 放卡片拍立得都可以 之前进了100个全都没有了 这次就多补了一些 下面是一箱大家伙 基本上全是一些不业的卡套和手帐本 冬天用这种本子就给人很温暖的感觉 款式呢也特别的多 可以装卡册 也可以用来装手帐本 近期要准备开始直播了 我就各种款式都拿了一些开始选品了 大家有喜欢的可以评论区告诉我 又给我一点建议 卡册有大号和小号的 我好喜欢这本黄色的呀 摸着软糊糊的很有安全感 还有灰色红色 拆到这里我感觉这些质量都还是很不错的 没有踩到什么雷品 这几款呢就是小香风 这些布贴是配这个牛仔款的 可以自己DIY装饰就很有意义呀 还有可以扎通包的款式 这一箱呢就是小卡的其他颜色 咱们之前白色不是很受大家欢迎吗 我又定了粉色蓝色和黄色 这样大家的选择就更多啦 都是加厚的款式放心用 这一大箱是贴纸和胶带 我真的补了好多的英文素材 每次店里出的最快的就是英文字母类的啦 基本上全是磨切的为主 用惯了磨切胶带真的嫌用刻刀麻烦 还有一些彩色的M5内液 这些全都是胶带 有磨砂半透明材质的 还有不干胶的这种 颜值真的好高啊 这是长条素材 还有两版的文字素材贴 这箱也是补货的 另外一个品牌 很好用的四叶草款 古早风便签 还有窄细的边框胶带 这两包是细纱的文字脚带 拿在手里成垫垫的 还补过了一些贴纸 经常来逛新家店的宝子们 应该对这些贴纸都不陌生啦 这两款太受欢迎了 我这次补了好多 这些依旧是便宜大碗的变迁 黑粉系列的文字贴贴 还有这种纯英文字母的贴贴 好多博主都在用的 颜色和字体款式都比较多 还没拆完啊 拆到这里我已经有点累了 找了个凳子坐着拆 这一项也全是补货的 阿姆内页和一些新品 内页新增了这种带索影贴的 颜色特别多 后面会给大家做一些内页的分装 这样就不用每个颜色都选了 然后一次也用不完那么多 给大家省点钱的同时 还能拥有更多的款式 这几款是店里受空了的 一桌之前就有宝贝出了补货 现在才到呀 这一大堆的东西 插起来真的好幸福 难的是要一一的对数量款式 还要入库贴标签 摆上货架 特别的费时间精力 开实体店就是这么繁琐 好在全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也能被大家喜欢 累并快乐的呀